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近日澳大利亚外交官格里高丽 克拉克为在香港亚洲时报 在线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澳中关系糟糕的迷失与翻译中的文章 文中表示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向来棘手 如今正滑向闹剧 澳方对中方表态的误读和歪曲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正毒害双边关系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在最近的G20会议间隙 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 此次会谈显然是个错误翻译的例子 王外长就改善双边关系 提出四点 中方发表一系列相当和平的声明 但按照喜欢抢头条的澳大利亚记者的解读 这些要求不可接受 是寻求澳方单方面让步 上周阿尔巴内再称 澳大利亚只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回应 真是奇怪 西方媒体总是把北京的立场声明 报道为试探西方的决心 而澳美谈起中国时 表现得尤为激进 乒乓外交重启中美关系后多年 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与北京 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 交流频繁 贸易蓬勃发展 那哪里出了问题 澳方称是北京对堪培拉 要求寻找新冠来源的呼吁 做出不合理反应 事实上北京对此类呼吁并无意义 中国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呼吁 真正令北京不满的是 特朗普对华发出指控后 堪培拉立即采取行动配合美方 这意味着其加入美国的反华外交 多年来澳间谍机构一直阻止中企在澳投资 迫害与中国有关系的学者 搜查中国记者在澳办公室 新冠是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决定不再忍受 但若双边关系基石不是如此不稳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堪培拉在沉迷于反华猜疑和行为方面 有着不光彩历史 上世纪60年代笔者 曾是堪培拉的中国事务主管官员 看到澳方如何将1962年 印度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的行为 变成中方侵略 1964年笔者出席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会议 时政澳外长试图说服莫斯科联合起来 防止中国对越南的侵略 苏联外长不得不提醒他 使莫斯科向河内提供了大部分援助 且莫斯科希望北京能做更多 然后是1971年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突破 堪培拉没像其他人一样想应交起 派乒乓球队去北京 而是秘密的试图让球队去台北 笔者在队员们的护照上看到台方的签证 直到美国队出现在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 我才得以说服澳大利亚队去中国 此后几十年里 尽管双边贸易旅游和交流大规模增长 澳大利亚媒体以及相关舆论 始终对北京保持怀疑 特朗普时期澳美安全机构 进行一些密切合作 潜在反华态度再次爆发 剩下的事就众所周知了 从莫里森政府到哈尔巴内塞政府 那种对华恶意表现的 是多么根深蒂固 如今令人担忧的是 这种情况可能从闹剧进入更危险领域